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点已经几乎是今天最高位 最多升过116 指数最高见过2071 接着很快就升幅收窄 最差的时候还在上午跌过72点 收市勉强升17点 收27972 升百分之0.1 成功临昨天差不多899亿2000万 接着国企指数同样都是高开有些低走 国企指数高于35点之后 最多升过54 最差跌过49 总之收市就是升20点 升11242 升百分之0.2 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市况 恒指高低波幅只有100多点 国企指数也是100多点的波幅 但是今天整体大市方面 就是五成一股份上升 恒指成分股里面是三成半股份上升 而国企指数成分股里面是四成九股份上升 所以指数成分股不是很肯行 但其实今天是热点多得不得了 再看看实际会的港股 今天收市价 第一位继续都是腾讯 没有昨天升得那么厉害 今天再升2.2 吉利汽车大吉大利又继续升1.18 比亚迪再升1乘1 升5.2 平安升2毫 信玉光学也净升7.9 升7% 公行跌一先 回控升3.5 中国恒大升5毫 优泰科技升1.2 或升幅近9% 建行跌一先 那么今天来说 那些股份有什么事发生呢 就是一些手机股 好 手机股方面 好 等我马上看看 手机股有什么事发生呢 找一些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没错 手机股方面 今天也有很多消息 包括找一些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包括有信玉光学 他自从公布完他的8月出货量之后 哇 真是要飞天 所以为什么今天十大都成交这么大 就是了 信玉光学它公布8月的出货量 手机镜头 哇 按年升9.6 按月升1.9 车载镜头呢 按年也都升了6.5 按年也都升了1.3 那在这么理想之下 我说那些劝商们呢 都快要提高了 信玉光学的投资评级的目标价 好 那其中呢 就是以大摩 他的12个目标价呢 就由122元上调到130元 评级是增持 税信目标价由122.4 调升到127.7 投资评价是跑赢大使 摩根大通维持125元的看法 评级都是增持 德银呢 是维持120元的看法 评级都是买入的 那不单是信玉啦 真是伺消给奖啦 一间呢 就公布了8月的出货量理想 说那些劝商是调高评级 但另外一间呢 说一年就被人执了两天的邱泰科技 原来发生什么事呢 那邱泰科技呢 他在上午9点16分开市 没有拖子先停牌 那说明是短暂停牌 那接着呢 就发通告 发通告说什么事呢 那原来呢 他就是说公布呢 会下调他的摄像机 他的全年的摄像镜头 的模组出货量 那公司就表示了 他们说按照 目前类的总出货量 和今年剩下的月份的出货量预测 因此呢 就将他们年初定下的摄像镜头 就是摄像镜头 模组出货量 全年增长25%的指引呢 下调到增长呢 是不低于10% 那你不会以为 连续跌了两天的邱泰科技 原来有这样的消息 怪不得下跌呢 那的确是呀 也都是随积呢 都再有损伤去调低邱泰科技的投资评级 昨天就有李昂 今天就轮到瑞讯了 瑞讯呢 就将邱泰科技的投资评级呢 就由考营大使 调低到中性 那虽然将他的十二目标价 略略调升到14.8% 但是你不要管啊 那些手机股呢 那些手机股呢 其实今天表现不错啊 特别呢 就是那些邱泰科技 连续跌了一两天之后 并未因为调低了他的出货指引 而有影响 反而今天呢 还显着反弹了9% 但是其他手机股呢 就有个别发展 顺与光学就没得说了 因为8月货量这么好 所以升7.1% 所以升7.1% 碎星升7.0% 掩期余计 这些手机股呢 就是今天有小回套的 不要忘记呢 就是今晚呢 苹果公司就会发布他的生产品了 那投资者究竟对他有多重视 那究竟今次这个生产品有多厉害呢 那今晚可能美股 特别纳斯达指数呢 吃粥吃饭都是靠他 好 看完手机股之外 都说了 今天其实很多热点 那包括有什么呢 还有电子股呢 这电子方面呢 就是以红藤60 红藤60这期很厉害啊 今天呢就是升5.1% 然后ASM太平洋 升3.7% 还有比亚迪电子 升4.6% 那还有就是 建涛继承板呢 就升1.9% 那昂纳科技和建涛化工呢 升幅都不超过1% 那除了电子股之外 还有汽车股也有很多消息啊 汽车股方面 大家还记不记得 前日就是有消息指 说内地工信部呢 已经开始研究停产停售 传统的汽油和柴油车的时间表 那昨天的汽车股表现出色 今天呢更上一层楼 其中就是以比亚迪 那你想想 你不用汽油车 又不用汽油车 真的用什么 其实除了电动车 就没什么选择了 那所以今天比亚迪 继续竞升近百分之十一 入了十大 那接着 除此之外 华晨中国也升百分之八点三 不仅仅升百分之一点 而吉利就价量齐升 今天又升百分之六 那其实华晨中国 我们较早前 我们的专栏也有提到 那就是说 今年他华晨宝马系列 应该会出几款的新车款 也都是到换车的时候 其实是看好他的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到 我们的专栏的话 应该也有不少斩目了 那除了汽车股之外 那既然是卖 如果是不用汽油车 不用汽油车的话 用多些电动车 那不用说了 电池那些都会有好表现 没错 今天做电池的股份 都说一样都升幅显著 超威动力 真是威威 竟升一成六 接着五龙电动车升百分之六 天能动力升百分之四 那不单止是这样 那你除了整车 那你买车都会买多了 那些汽车零售商 今天也是继续向好 汽车零售商方面 其中是3669 中国永达汽车 公布收购四间4S的经销店 包括有两间是保时捷 一间是Land Rover 今天是永达升百分之六 但都不够和系 汽车升百分之十那么重要 那还有广汽补 升百分之六点五 正通升百分之七点二 美东升百分之三点三 中性也升百分之二点九 包括汽车股之外 还有今天 汽车来的资源股 其中是中国铝业 升百分之六点七 在基本金属股之中升幅较大 俄铝升百分之三点七 接着五矿资源升百分之二点四 钢西铜升百分之二点一 就是轻化差一点 跌百分之0.4 基本金属股资源股上升 不仅仅是基本金属股 还有钢铁股 今天也抱着 以西黄特降升百分之九点四 升幅最大 马钢和安局也升百分之三点七 中国东方升百分之0.7 还有煤炭股 无论是大型的煤炭股 像汽车煤炭升百分之三点二 现真煤升百分之二点九 中煤能源升百分之二点八 升幅较大的一线煤炭股 第二线煤炭股 其中以流动进安资源 进入十大升幅榜 竞升一成八 恒顶升百分之四点八 蒙古能源九七五 升百分之五点六 然后宏海高薪资源升百分之一点六 蒙古能源和亚洲煤炭股变差一点 就是逆市下跌 还有今天子业股 也是比较理想的 二九龙子业升百分之七点四 升幅最大 神明升百分之四点九 李文升百分之四点五 幽元昨天竞升完之后 今天休息一休息 还有航运股 其中二只太平洋航运升百分之四 以及一九九中远海洪升百分之三点六 还有中远海法升百分之二点二 升幅较大 中外运航运升百分之一点二 还有还有电讯设备股 电设备股 还有海天天线 继续就天线得得B 再升一成半 长飞光迁光纜 再升百分之一点六 恒湾科技今天也回升百分之七点七 终于升百分之0.7 好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那代表什么指数 虽然不太去 但市底其实挺强劲 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有月盈 你好 接着有Ray Lam 你好 Apple Lin Kathleen Hong 还有Calvin Lee Calvin Lee说市很差 不是啊 市很好啊 这么多版股份 是指数成分股 不太好去 还有Kami Knight Tammy Hello Tammy 书 Emac Wong 你好 还有Fish Ho Fish Ho Fish Ho都问Calvin 你为什么觉得这事不好 我觉得挺好 还有陈桂芳 Calvin就说 认为iPhone 8的真面目 可能规格不是预期这么多 那倒是 其实 我有机会的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所以今晚都很关键 看看苹果的生产发布会 好 接着 他提醒 Calvin提醒 我们2018 238 21478 160 88 要小心啊 嗯 来到这些位置 我都觉得 是要放着指标 看路走 接着 Eugene 不懂得读 你这个是吵 汽車股升 489 为什么不升 等会谈 还有就是 代替 沙换林文2202 4条3 2777 16号 要选哪个好啊 还有Albert Foo 好 好 那我们先看看 好 找个 我立即看看 找个 找个 架来看看 好 好 先进去 等我 好 其实 现在我们 眼光幕上 没见到 我们信部独家 研发的 一个分析系统 就是JFQ的讯号 那里面有很多 不同的资讯 现在我们就是去 那个 其中一个的选择 就是股票详情 其中我们有一个 叫 这个图表 就是我们的 好 要点时间才能出来 那么多只股份 我看看489 489的角度真的差点 技术走势上 真的差点 现在去到 不汤不水 中中直直的时候 那你要想一下 其中 为什麽 489 东风集团 一向 他都是较为落后一点 但是 究竟你是不是 现在应该要找 然后教下来就找他 那其实指标上 又好像还没有 我就宁愿选 当头起那些 那何必要 有这麽多选择 那你偏是要找他 是不是 好 跟着 哇 2022 我们讲了很多天 为什麽每天都问 这只不回答了 好 跟着就 是的 你恒大 万科 还有2777 富力 还有就说 16号 选哪一只好 第一 16号 就是 本地地产股 跟着 本地地产股 就不能直接 和内地房地产股 直接相比 那如果你说 现在这只就是2777 富力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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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这只就是 晚方 我们讲了很多天 不讲了 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讲强势的话 你给我选 如果真是纯炒的角度 这几只选 我会宁愿选恒大 即是纯炒的角度 我讲完 那跟着 好 跟着 还有 Iten Yao Iten Yao 你选择这些股份 我不懂 我 我 我其实一向就是玩 你选择这些股份 我真的不懂 不懂答你 Iten 因为 我只是玩两样东西 第一 我玩旗子 其次通常 通常一夜都不站 所以昨天复杰到 我就已经走了 至于其他玩股份 我就不喜欢玩 世价股 因为世价股 就是太过 supply demand driven 我觉得没什么 计数的东西 我就没什么兴趣 所以不懂答 不敢搬门洞府 好 那讲了那么久之后 自己整体大事的看法 今天指数成分股 虽然做得不太好 但是 因为指数成分都做得不太好 所以指数不多 但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热点去顶住 那我会觉得 仍然都是为止 我觉得大事都是反复向上的机会较大 有机会回的话 其实应该是买东西的 那你喜欢买旗子也好 买股份也好 那至于你说股份方面 其实现在已经是确散到 不单止只是玩强势股 那还有呢就是很多的资源股 都已经是一样是起动了 那我觉得如果你胆小一点的话 就继续买强势股 肯薄一点点的话 那就买些资源股 其实在节目也当时说过 通常那些资源 就是那些 叫周期性股份 如果是走了 即周期回来的时候 是不会很短期的 就会走完 所以周期性股份 我觉得可以少住 另外可以少住的 不用现在这么急 冲进去买的 可以买些少少A股ETF 因为昨天和阿杜比都谈过 就是通常 不是通常 根据过去三届的 就是十 根据十七大 十八大之后的市 即内地股市的表现都是怎样呢 开会之前 市一只通常是平稳的 开会之后 随着人士 政策落实之后 跟着都是会反复向上的 所以不需要心急 如果有机会 内地股市回少少的话 那就买少少A股ETF 博一下 但为什么说少少 始终A股真的太政策市了 少住就无妨 每样都有些的时候 你的风气便可以平衡分散 好 那今天呢 就 Lawrence Yu 是的 我也是主持 兼 都是一个很劲力的炒家 多谢你说不要难为我 小刮股我真的不懂 所以不懂回答你 我一向刚才说 我现在手上持有的就是资源股 强势股 就是例牌的 腾讯 手机 那类股 好了 聊到这里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留下明天饭考虞 再和大家一起开市前的EJMarkets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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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